有粉丝告诉我 我很久很久没有讲狗狗币啊 好吧 这次就讲一下 大家好 我是后辰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男人八七面书 频道的主要是讲赚钱加密货币 还有视频阶级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关起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啊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注册 Bitmark的话 马上通过我这个视频下方的链接 点进去 通过我的链接注册 可以享有非常够力的福利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注册了过后 然后你看到这里有合约证金胜宴吗 点进去 ok 你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来到这个页面 你其实要成为合约用户就有5元的证金 然后你滑转你的资金 至U本位合约账户的话 啊5% for第一笔滑转的金额 最高的上限去到2000美金 哎这个是free的嘞 所以说大家赶紧注册户口 然后把USDT转来Bitmark 然后再把USDT滑转去U本位 合约账户 上限就可以去到那么高 ok 然后当然还有开启你的合约 至于交易量达到多少给你多少 ok 所以这个活动不是每天都有的 所以赶快注册了参与这个活动 ok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狗狗币 ok 狗狗币啊 如果你从去年就看我的视频的话 我是因为狗狗币 进来这个加密货币的全值的 然后你问我有后悔买过狗狗币吗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 虽然狗狗币给我亏了很多 但是我也是因为他 所以让我进入加密货币的这一块 所以我也是感恩 但是亏的很惨老实讲 哈哈哈 因为我那时候几乎是用all in的方式 来all in 狗狗币的 所以如果你是all in 狗狗币的话 我相信你跟我是同一批的 就是去年的那一批就是 就是啊进场是在 应该是在四十三五十三 有些更惨有些七十三 ok 我进场的价格是 好像是四五十三的时候 四五十三的时候 ok 我进场 然后呢他去到七十三的时候 我的利润其实已经有三十多巴仙了 但是 你明白了人就是这样子的啊 全部都看到一美元吗 而且那时候他 真的是非常靠近一美元啊 哪里知道 他从那天跌了过后就永远在跑不起来 ok 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下狗狗币的价格 其实狗狗币的图哦 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 因为他通常都是通过一些消息 或者通过 Elon Musk的一些 一些话来刺激 所以如果你要玩狗狗币的合约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很多人玩合约都是玩以太坊跟 啊 比特币为什么呢 啊因为他不他不不怎么容易给一个人的一句话 啊然后影响这个 币价 ok 所以你看哦为什么 突然涨 然后回去原点看到吗 狗狗币每次都是这样子的 涨 然后回去原点 每次的不是第一次啊 很多次啊 然后这是因为什么呢 不是Elon Musk的一句话 是因为这个狗狗币 狗链哈哈哈 狗狗币的链 简称叫狗链哈哈哈 OK 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狗狗币哦 所以他狗狗币的链 所以他涨上去 然后很快的因为狗狗币的那个 推特他们有曾经说哦 这个都是圈呢哦不是官方所做的 链 ok 所以就导致到狗狗币就马上 崩回原点 看到吗 所以说 我有时候我真的不明白狗狗币到底在 在在搞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你看 那时候我给 那时候他跌到差不多11三的时候 我放弃了差不多这里吧 那差不多我记得应该是这里11三我放弃了 过后他涨去17三哎我又有点后悔哦 因为我在我在这里卖掉哎在最底部卖掉哎 我是真的是有点傻眼然后他就涨上去啊17三然后 那时候我是傻眼的但是我没有在买了过后他就果然的那跌回 现在7三嘛了哦之前11三卖掉 大家 我的平均价格好像是在53左右哦 你们想想看我亏了几多亏了将近80% 而且那是all in的价格哎 那是all in的时候哎很恐怖哦 所以说我很庆幸我11三卖掉 不是我不看好狗狗币啊是 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老实讲真的看不到什么东西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哦 我们讲完狗狗币了过后如果你问我看好狗狗币吗 我我必须老实跟你讲 不看好 虽然他现在还是top10的币是吗 但是老实讲我不看好 老实讲不看好 ok 因为就算他出很多新的东西的话都还是很新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以太坊 ok 哎呦 你看越来越像我画的绿色线哎 跟着绿色线走了哎 是不是要跌了 ok大家 大家不要紧张先啊 不要那么冲动的跑去做空哦 大家因为 市场在非常激动的时候呢 就尽量的 看 久一点哦 他不一定到到 压力为他就打下来了 ok 来我们把这个 之前就画好了的箱体拉长一点 ok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看到要嘛他就从这里 下去 要嘛 他就是从 这里 1820 ok 这个箱体下去 ok 因为他现在红色的线已经是 已经是 是没有了吗 因为他跟着绿色的线走嘛 所以红色的线我们就删除掉 他现在跟着绿色的线走 ok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 要嘛在这里做空 要嘛在1824做空 ok 那时候呢 我在这里讲哎 非常没有利用 直接回来 哪里知道 他在这里他还是撑住哦 还是撑住的时候 我就在群里面讲哎 各位 没事不要做空 因为非常危险 哦 在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 我就 在群里面讲 如果你有进我Telegram的群的话 恭喜你 哦 你就 收到这个消息 因为 有时候行情啊 哦 每 每时每刻都在变了哦 行情一变的时候 我可以第一时间在Telegram讲 所以你们一定要 通过我的链接注册Bitmark了过后 你就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 然后我Telegram的群 最近带单也是非常够力的哈 成功率 呃 差不多 目前啊 应该是有80% 应该是有80% 780吧 哦 所以我当然没有100% 那讲100%的都是骗你的哈 ok 所以 目前你问我以太坊 做空吗 我可能 会考虑 但是应该不会考虑你有 你要为什么吗 应该不会考虑做空 你看哦 他的上影线哦 非常的短 所以说 卖力非常的弱 那他不像这里 如果他的上影线很长的话啊 我可能 会做空 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哦 做空是非常危险的 要么就看 千八吧 或者这里 我看我等一下应该可能 再看一下 我可能会开一个小小额的 单在这里 然后在18 1810跟20的时候 再开一个 啊 空单 ok 所以就这样子啊 当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 投资是有谨慎啊 好啦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中文字幕有点赞订阅